新闻一開始 我們要來關心這話報 今天再去9點正式開幕了 台北市長好龍兵跟各國貴賓 共同去爭菜 再去要9點就有很多人去拜託 需要參加的民進黨 台北市長好生人索青春 也帶他的堪手到電去參加 不過好龍兵跟索青春兩個人 是不緊張的 我在這裡正式宣布 台北國際花卉博覽會正式開幕 歡迎來到台北市長好龍兵 和核准台北花博的 國際原藝生產者協會 AIPH會長等各國貴賓 共同剪載 早上9點正式開園 AIPH還送上美麗的生命之術 希望花博圓滿成功 上午9點不到入口駐又擠滿人潮 每個閘票口的第一位民眾 還可以獲得花博紀念郵票 而同一時間 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蘇文昌 也帶著太太詹秀琳 參加花博開幕茶會 由副市長邱文翔招待 終於看到著名的七道彩虹 這是七色彩虹 是七道彩虹啦 七道的顏色的彩虹 彩虹不能七色的 七道彩虹啦 對不對 蘇文昌做足功課 也參觀各國的花藝競賽花會 前來參觀的中國觀光客 一直緊緊跟隨拍照 就是希望能與蘇文昌握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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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看 你知道她是誰嗎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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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她是誰嗎 你知道她是誰嗎 其實要開北市的市場 沿路上都有許多熱情的民眾 要求與蘇文昌簽名握手 原本要參加開幕儀式 蘇文昌最後婉拒了 舊漢太太在花藝競賽的場地中 象徵性地插了一朵玫瑰花就離去 蘇豪兩人都沒有碰上面 我特別專程地來祝花博能夠順利成功 參觀了徵宴館 而且看了周圍情形 我們非常的歡迎 非常的感謝 為其半年的花博正式開跑 一整天都有熱鬧的活動 晚間重頭戲就是在大稻城的煙火秀 施放的時間比國慶還要久 長達一小時 記者林昕 許正俊 陳信龍 台北報導 台北花博已經正式開幕了 邁舅總統和他的阿嬤 兩個人是早就先去粉絲參觀 是由台北市長好龍兵來慶新介紹 總統也表示 花博是在他做市長人來很處理 今天你看到好龍兵這篇 這個信告他感覺很滿意 總統邁應求第一輔林九美青 和台北市長好龍兵 提早到花博新興參觀 接台南國優班完秀 和前副總統連接阿嬤 好龍兵在解釋完 帶貴賓體驗最愛的問的 夢想館 李馬總統立立為他 沒有真過的夢想館 是全般好奇 每一項都給他拍拍 看花博呢 以為看到的就是種的花 種的草這些 但這個裡面呢 他可能把這個意義 又往上提升了一點 能夠說明這個生命環境 跟我們可以為環境做什麼 馬總統強調 儘管花博是在臨台前四位 不過好龍兵 擁有三年十九個 丟臉幾個是在完頭一次 花博這次在六個開幕 好龍兵也行 搖車杯 搖車對手 所謂中參加 不過所謂中標示 想要帶太太到進去 嚴格只收到一項的問票 我是只接到一張卡片 整個行程怎麼樣 還要進一步了解 那現在有辦公室的同仁 和主辦單位進行接洽中 是不是出席花博 花博沒電力 說真正說 看情報才說 不過以強調 若是它動算一定會辦好 用了一百多 它會搭載花博 台北市政府 希望帶來一百六十倍 它會經濟好業 花博在選前二十一天 現役是無 花博成敗 堪當台北市的選情 記者 綜合報道